美国副总统拜登位于特拉华州的住宅外发生枪击案 警方展开调查 扣留了一名可疑男子 这起事件再次让美国官邸的保安问题备受关注 枪击案发生之后 特勤局人员在拜登的住宅外拉起封锁线 枪手是在星期六晚间开着汽车 在距离拜登家约200多米距离的公路上开了好几枪 过后枪手开车迅速逃离现场 事发时 拜登和妻子外出不在家中 事后 特勤局人员检查拜登的住宅外是否留有弹孔 以及枪手的目标是否是拜登的住家